下午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11月12号的百个五报 首先带你来关注 昨天财政预算案宣布 主要城市的最低薪金将在2020年调高至每月1200令吉 对于这项消息打工一族固然开心 但大马雇主联合会确指这项调整建议已经触法 该会执行董事山苏丁认为 根据2011年国家薪金咨询理事会法令是 每两年检讨国内最低薪金制 所以下一次重新研究最低薪金制是会在2021年 这显示政府未遵守法令 但其实翻看法令第25支一条文 阐明的是国家薪金咨询理事会 必须每两年至少一次重新审核最低薪金制 因此政府修改最低薪金触法的指控不攻自破 社会新闻 前天在马六甲工业区发现中有至少八段尸块的塑料袋 经过证实是来自一对母子 目前30岁险凶已经在石城警方的协助之下落网 并在今天邀往甲州推市亭申请延长扣留7天 接受警方深入调查 国际消息 日本东海或者是关东地区将遭遇 堪称61年来最强台风海贝斯登陆 民众纷纷抢购防灾物资 东京迪士尼也首度因为台风停业 并且有1800趟航班可能取消 目前海贝斯已经造成一人死亡 至少7人受伤 重灾区千叶县多间住宅损毁 大约有77万户一度停电 当局已经向七都县超过140万名民众 发出避难指示或者是痊愈 呼吁长者小孩以及伤残人士尽快疏散 而马来西亚外交部已经针对此台风 发布旅游提醒呼吁即将前往及居住在日本的民众 注意安全 那么今天的午报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